瑪德莉不思議 突然的想念你 彩虎佛現的聲音 只有孤單別弄 哈囉大家好 我是關品星 你知道全世界最難搶的銀行在哪裡嗎? 2021年開年首部好萊塢犯罪懸疑電影 瑪德莉金庫倒數90分鐘在1月15號上映 由布局揚南的迷宮製作團隊 配上侏羅紀世界隱落國度的特效團隊 聽起來就非常吸引人 如果你有看過被譽為Netflix 西班牙爆款神劇死房子 並且對這一類的戲劇很感興趣的話 那麼可推薦你這一部動作爽片 劇情描述由Freddie Highmore飾演的Tom 是一名劍橋大學高材生 因為自己獨特的判斷 拯救部分地區的石油危機 各家石油公司都希望能聘請他來工作 但世俗名利似乎無法勾起他的興趣 此時他接到一個陌生邀約 這個任務是搶奪傳說中遺失很久的寶藏 而寶藏只會停留在全世界最難搶的金庫 西班牙銀行十天 這個艱難的挑戰引起了Tom的好奇心 在一夕之間成為了銀行竊道販 而這部電影相當巧妙地將兩個元素結合在一起 全世界最難搶的金庫 即氏族賽 讓我感到非常新鮮 主角群們不只要挑戰闖進全世界戒備最森嚴的金庫 並且還要在90分鐘內完成 我被劇中經典的水煙金庫設計給震撼到 看完我心裡想說真有這個金庫嗎 而回頭查資料發現西班牙金庫建於1932年末 身處馬德里最熱鬧的西貝萊斯廣場 而廣場中有著名的西貝萊斯噴水池 噴水池有兩條駐水管道 直通位於地底下48公尺深的金庫 而這些地下水除了作為噴水池的水源外 也成為金庫的防禦 內部設計來說 有通往金庫的長廊上 有3-13噸重的鋼門 連一根羽毛都穿不過去 想打開大門 你需要兩名西班牙銀行高階職員所擁有的兩把鑰匙及密碼 同時插入並同步轉開大門 當金庫警報響時 三道鋼門會立即封閉 來自西貝萊斯噴水池的水會大量注入金庫中 而切到飯在短短幾分鐘內就會被淹死 此外電影中的總決賽也是真有這場賽事 我本身是個熱愛觀看運動賽事的人 絕凡籃球足球棒球我都會看 而這場2010年世界盃足球總決賽西班牙對戰荷蘭 有超過50萬的球迷在瑪德里的女神廣場觀看球賽 當年我也正式觀賽者之一 有了這兩個吸引我的元素 正式推進我走進戲院觀看 導演也表示收到劇本時很快就激起他的好奇心了 兩個難以跨越的障礙 兩個同步計時的定時炸彈 為了還原這場經典的世界盃 萬人在街頭上遊行慶祝的畫面 團隊更請來了一千多名靈演 更封閉了10公頃範圍的馬德里市中心 並出動警方跟軍方維護秩序超過14小時 希望用越少的特效帶來最真實的衝擊 我覺得觀影的過程營造的刺激還有視覺緊張感 還算挺不錯的體驗 電影中參與此次任務的主員們 圖的最終也不是金銀財報 團隊首領對男主角說的一席話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詳細的台詞我有點忘了 內容大意約是在說 為什麼一場運動賽事可以讓成千上萬 互相不認識的人一起為他加油打氣 這有什麼實質的意義嗎 並沒有 但是人們為什麼還是願意為同一個目標努力 因為 passion 熱情 我聽完超震撼的 並且在腦中思考很久 是啊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股熱情 一股熱忱 倘若沒有這個東西 也許做任何事情都無法持續 如果你想要動動腦 刺激一下看個動作片 那我推薦給你馬德里 試個不錯的選擇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跟我分享我沒看到的觀點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下訂閱 鼓勵一下品心 給個讚 並分享給身邊朋友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 我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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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